府仁大学校长江汉生 他被爆出多次以医学院学生举办活动等名义 私自挪用校方公款400万元给府大诊所 新北地院一审判决结果出炉 判处江汉生有期徒刑10个月可一颗罚金 检方调查江汉生从2007年11月起 涉嫌三度以诊所虚设的各样活动名义 向学校借款400万 目前还没还清 还疑似和前府大医学院行政副院长 及前府大医学院组长何谋 指定社区医疗关怀推广计划 劳务委托案外包给府大诊所 取得250万不法收益来偿还府大债务 有些学生的家长一直坚持说 还是要有门记 他们觉得不放心 那么所以我本来 我自己是支持相反的一个 江汉生发声明说 今天是担任校长最后一天 得知判决完全不能接受 决定上诉到底 也强调府大诊所是府人大学 在经营不可能有背信之余 另外所有府大给府大诊所的费用 都是经过会计的建议 指出400万开办费 已经全数还给府大 自己也并没有主导权限 更澄清 诊所替学校所做250万社区医疗服务 都是这一份计合报告 我还真的不知道说陪伴 陪伴我那么多年的府大诊所 竟然不是学校的机构 2018年府人大学医院开幕没多久 江汉生就被前计合市主任指控 涉嫌违法指示校方造假逃漏税 就连医院工程都安排亲舅舅的公司 当时江汉生否认一切指控 如今又爆出弊端 真相如何就等司法调查 明时新闻 黄阿玲 刘玉琪 新北报道